哈狗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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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狗是什么 虾脚啊 撒红烧麦 撒红烧麦吗 蟹黄烧麦啊 非得让我跟你说普通话 刚刚说什么撒红烧麦 撒红烧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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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这就跟刚才不一样啊 听不懂 啪蛋烧麦 什么蛋烧肉 皮蛋烧肉肉 撒红烧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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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烧� 两层了哈稿自由吗 来个腐蜀糯米糍吧好吧 特色蒸排骨 我敢吃这个陈皮牛肉汁 香鱼席罗揪 明火白揪 你要想点就说普通话好吧 我不找不找 饶着找不着 差不多了吧 我就吃差不多了 来了上菜了 包罗油 怎么吃法这个 打开把油放里把油放里 那边那边那边明显这边吗 给它塞进去 对学挺快 行哈 嗯 你好导演 哎哎 哇 哎太好了谢谢 小鼠 金钱肚 哇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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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怎么样这个经验经验 哎好吃哎 不错啊好吃好吃 这其实挺好吃的 嗯 好吃真的 嗯 差不多了 啊 我不能再吃了 唉 等下吃饱了 就要又去车上又犯困了 又开始犯迷糊 味哥已经迷糊了 避风堂是不是也是广州这边的做法 查一不懂 咱查一有网 普及一下 相信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很多也跟我们一样不知道 避风堂指的是铜锣湾避风堂 它不是一个店家 它是一个地方 港九的避风堂有铜锣湾油麻地 香港在西关塘 里渔门三家村等十多处 以铜锣湾避风堂历史最久最有情调 那不是香港的 对 它等于是地区的人做饭的那种习惯 铜锣湾避风堂那个地方的人这么做 九十九只那个地就比较著名了 这不是我知道的 免责声名 有个问题别找我 那咱找咱 走吧 甭修整了 走呗直接 走吧 买单了吗 我毛哥直接就在线上操作了 是吧 谢谢毛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